号林市公所推动原住民族多元技能系列计划 3月起开办妇女干部工作会多元文化记忆研习课程 将拉丁有氧的舞步融入原住民的歌词 而市长魏佳彦日前也在原型科长江敬贤的陪同下 前往原民文化历史馆关切学员上课的情况 而市民代表萧明龙也到场 对公所开办这项课程给予高度的肯定 妇女姐妹们拿起彩球跟随着舞蹈老师的动作 卖力的挥洒汗水 这是华林市公所推动的原住民族多元技能系列计划 从3月份起开办妇女干部工作会多元文化记忆研习课程 特别将拉丁有氧的舞步融入原住民歌曲 华林市长魏佳彦日前也在原型科长江敬贤的陪同下 将用原住民文化历史馆关切学员们的散客情形 而市民代表萧明龙也到场 对于公所开办这项课程给予高度肯定 其实这个原住民技能训练是对我们的主人 不要忘记我们祖先所遗留下来的 同时这一支的乌玛又有所改变 感谢我们施工所的重视 也希望说未来我们在华林市的区域 我们所有的部落都可以有一些更好的 包括大家都可以参与的一些文化记忆的传承 那也特别要感谢我们代表会的小命龙代表 以及我们频道代表给我们大力的支持 那未来我们可以更争取多一点的经费 来服务我们所有的原住民 所有的我们妇女干部 以及我们所有的头目跟我们的主人 这项课程从3月15日起至7月19日 每周二及周三晚上上课 以花莲市阿美族撒奇莱雅族 与泰鲁格族为主要推广族群 总计安排十堂课 邀请提示能教师林子妍以及杨子益指导 希望能将新的编曲搭配创新舞步 展现妇女姐妹的超强活力 也借此提升部落家庭使用族语的意愿 记者徐提琴 华林斯报导